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879集 先生 我来了 赫安满脸堆笑地说着 一边说 一边朝张凡的方向靠近着 哈哈 没打扰几位休息吧 唉 说真的 打扰了 听到张凡的话 赫安变得越发地尴尬了 哦 那既然这样 几位先休息 等几位休息好了 我再过来好了 说实话 赫安没想到张凡这么不给面子 其实 这是让他的心中有些憋闷的 他常年身居高位 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 但纵然心中憋闷 他也只能是忍着 毕竟 张凡可是可以帮他解除病痛的 这样吧 午饭之前你再过来找我 咱们再聊 我这可不是真的故意刁难你 我们是真的需要休息一会儿 还请兄弟能够谅解 成 没问题 那我中午之前再过来 几位刚到 应该是走了不短的路程 开车和坐车都应该是很累的 我可以理解 好 那多谢兄弟理解了 赫安说罢 便故意离开了房间 张凡故意把给赫安治病的事情推迟了一下 他不可能在赫安第一次来的情况下 就帮赫安把病给治好 张凡这么做也是有他的原因的 如果赫安一过来 就帮他把病症给治好 那其他人必定是会蜂拥而治的 他如果故意推辞 必定会引起那些人的不满 现在 他对于第一个病人并没有热气的救治 其他人 必定会在治病的上面 给张凡一定的宽容度 这样的话 他便可以更加舒服地留在这里 也可以通过这件事情的缓冲 了解这边更多的讯息 咱们今天早晨都起得太早 大家休息一会儿 中午之前 赫安还会过来找我 听到张凡的话 众人都是赞同地点头 而后 四人便躺在床上休息起来 张凡几人休息的时候 赫安来找张凡救治 而张凡并被给他立刻救治的事情 并在整个农家院里面传开了 农家院里面知道这事的人 不由对张凡更加重视起来 也重新掂量起该拿多少钱去找张凡 才可以让张凡满意 这事也同样证明了一个道理 人如果太好说话 会造成别人对你的轻视 人如果不是那么特别好说话 反倒会引起别人对你的重视 大概在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 张凡刚刚睡醒 他的门便再次被敲响了 进来 张凡伸了个懒腰 赫安再次推门而入 走到张凡的面前 满脸堆笑道 先生 您休息好了吗 休息好了 休等了 过来坐吧 听张凡让他过去 赫安痛快地答应了一声 到了张凡的身前 赫安手里面拿着一个黑子塑料袋 那塑料袋里面装得满满的 只见赫安把塑料袋放在了张凡的床上 然后把塑料袋打开 里面正是一捆捆的百元大钞 看那副样子应该是有五十万 先生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还请您笑纳 张凡看了一眼钞票 微微点头 张凡的爷爷曾经告诉过他 给别人帮忙 最多只能收一万块的费用 如果收下这五十万 便是违背了爷爷的讯事 不过 他在众人面前表露出的目的 就是来赚钱的 如果张凡把钱退了 或者说只收一部分 这里面的人必定会对张凡产生怀疑 所以 无论多少钱 张凡都必须要收下 而且 通过这段时间的经历 张凡隐隐地理解了爷爷当年的讯事 但他不能确定 是不是他理解的那般 如果真的像他理解的那样 那他把这些钱收下来 倒是无所谓的 张凡看了眼这个钱袋子 而后把目光投向了河安 休息的时候 我想了一些治疗你这个病症的办法 最后 找到了一个最合适的 这个办法虽然有些慢 但可以让你 不会感受到任何的不适 其他的办法 都会隐隐地让你产生不适感 就是不知道 你的时间充不充裕 听到张凡的话 河安眉毛一挑 紧跟着又问 那大概需要多久啊 你每天过来我这里医治 大概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你也知道 你这个病看似不影响你的生活 但其实如果犯起病来 少有不慎会导致你死亡 所以你这个病 其实并不好治 河安看了一眼张凡 微微叹息了一声 哎 先生 您说得不错 我这个病看起来 没什么大的问题 但的确是不好治 这些年 我也寻访了不少的名医 如果好治的话 我这病早就被他们治好了 不过 这治疗时间 有些过程了吧 啊对了 我是不是必须每天都要过来 没错 你必须每天过来一趟 如果你有一天没过来 那这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听您的意思 还有别的办法 可以救治我的病 那用别的办法的话 虽然会有不适感 但时间 就不会像这么长了吧 用其他办法 时间的确不会这么长 但是 这风险 却要大得多了 而且一旦失败 我就再也救治不了 你这个病 就会伴随你一生 我这可不是吓唬你 听到张凡的话 赫安的表情微微一腔 经过短暂的思索 他望向张凡说 先生 我需要先考虑一下 然后 我和我的队伍们 再讨论一下 看看能不能抽出 一个半月的时间了 我们两天之后 会有一个行动 还得看看 这行动的结果如何 然后再给您答复我 听到赫安的话 张凡几人的表情 都是细微的有些变化 好 那我等你消息 既然这样的话 先生 那我就不逗留了 说完 赫安便站起身来 要离开了 等赫安走到房门口 张凡忽然开口 稍等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